大家好 今天是2月2日星期四 港股今天相當之鼓滑 又是先高開之後 接著就 最終收市就跌下去 大致上在22000點左右 這個水平就算是上下下下 整個大市的格局 雖然向上的趨勢 仍然能保持得到 但似乎短期的時間 就真的要休息一下 特別是有一個比較大的變數 來自於A股方面 其實A股昨天有一個消息 就是註冊制的消息 我想我輕輕講解一下 解釋一下這是什麼 以往的時間 如果是審核制 即是要審批的話 就由監管機構去審批 如果你是行不行 就視乎回去 批不批你去上市 但註冊制是怎樣 就等於香港這邊 如果你假設符合某些規定之後 你就可以上市 其實對於一些中資的金融股 特別是一些勸商股是有利的 因為如果你這個制度 意味著就是說 其實你是會多很多 對於他們來說 是會多很多商機 因為某程度上 你這個安排 是會多了公司上市的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 如果你假設多了公司上市的話 就會對資金有一定的壓力 因為如果你假設 多了公司上市的時間 你變成要多些錢 可能做一些配置的動作 有機會使市場 可能會少一些資金 所以對市短期來說 反而這個消息 你可以說 可能有少少的影響 不過 對於各A股來說 你見今天沒有太大變化 都是比較拉矩 但是大家要留意A股的行程 基本上也是升下跌下的 而這個港股也是 其實港股這一輪 或者今天的時間 都是升下跌下的 未試過跌幅又擴大了一些 但是也反映了 就是說 A股如果你真的 即是沒有表現的時間 港股這一邊 似乎也是沒有太大的方向 即是有機會 那個表現都可能會比較立些 那麼 明天又公布這個非同數據 預計吧 港股都可能還會比較 即是在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之下 都會比較立些 除非A股有些比較好的表現 即是像昨天一樣 大家想回昨天的時間 其實是未試A股的表現 越升越有 那你港股的表現 那個聲勢就卻不住了 那麼今天很明顯就差一點 但是這樣也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說真的 市場真的升了很多 即是我今天又做了一些統計 其實港股現在還在升一乘一了 即是連初至今 表現到一點都不失禮 所以變成大家 即是南部的程度上 即是那些仍是有貨的 比較多貨的投資者朋友 明天就想一下 減不減一點 即是我想很視乎 很視乎自己的情況 但是就真的 又不需要減光 即是起碼 除非有個事 突然之間 可能有些真的很負面的事 出來 如果不是 變成大家都還可以考慮一下 拿一些貨 這樣的情況 我先說一下個別的板牌 因為其實今天 我也有些板牌 想跟大家叫我分享一下 是哪一些呢 這陣子有些股份很厲害 叫百度 百度就是九百八百八百 他競載就是 你看到他的股票表現 即是這陣子 即使科技股的表現 可能差一點也好 你看到他還是很強勢 原因之一就是炒AI概念 即是那個叫聊天機械人的概念 其實以往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過 百度這間公司的一些基本資料 我也說 百度曾幾何時 大家說到內地的三巨頭 其實不是ATM 是什麼呢 是BAT B就是百度 A就是阿里巴巴 T就是騰訊 當年的百度 其實在AI方面的發展 其實是厲害的 你也可以說三間公司裡面來計 他發展的AI範疇 其實是最先的 所以如果你說現在這一刻 你所說的AI概念的話 就是百度 是完全合理的 只不過你說現在 大家探索的東西 即是那個叫聊天機械人 這一塊 你百度如何運用 或者如何叫商業化 其實這件事是值得去觀察的 就是一個大家要關注的情況 因為現在呢 你可以說聊天機械是這樣 就是那個Chat GBT 這件事 其實大家要的一件事 現在基本上是可以商業化的 是真的 他現在開始 是收過月費 那變了 我們真的可以賺到錢回來 還有呢 其實為什麼他運用這件事呢 其實是 我想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範疇 其實是 都會有幾個分別的 其實有一件事 其實你現在 就像Microsoft那些 你也是要用它 這個功能 即是這件事 那你百度 如果你這件事 你不賣出去的話 即是不像現在 OpenAI那樣 你不斷收費的話 其實你怎樣 你可以怎樣賺到錢呢 我想大家要想這件事 所以就變了這一類版塊 其實有少少是 就是炒那個衝景 還有呢 如果你以現在這一刻去想的話 反而是 有什麼公司 提供一些 可能是AI的 相關的 一些 一些 範疇 或者那個供應鏈 那 AI這件事 其實 我之前和大家 都分享過 了 AI 怎樣去 用機器學習 即是怎樣去學習呢 其實是 用很多的GPU 例如NVIDIA 那些 他會用很多GPU 例如NVIDIA 還有 他會用很多鏡頭 因為他 你可以以為他學習 是用一些影像合成的 所以 變成 其實這些版塊 這一版 可能 chips 例如TSM 這陣子 我認為 很多話少 因為AMD 和NVIDIA 都放一些急單 對AI芯片 做這件事 所以他們 TSM股價這陣子 很強勢 但是 我覺得 在想這件事 應用AI 這個應用 應用 其實真的 要想一下 什麼場景 什麼事情 做得到 Microsoft 應該看好它的 原因之一 就是 它現在想把 這個 這個 放在 Office 裡面 用 就是它的搜尋 要用 這個 對它的發展 是為了很大的幫助 所以 大家 就當聽多一件事 百度 真的要看 他那件事 究竟想怎樣去應用 在哪個層面上 這是一個關鍵 但是 在股價炒上去 而且現在都不知道 在今天的時間 其實很多股份 都是亂炒的 特別看到一些 小格的 一些 遊戲股 或者 一些 類似AI概念的股份 就拆了上去 這些 大家要慢分小心 這個情況 說完這個 八度 之後 我不如再說 豪都股 因為豪都股 今天也有消息 例如 在中介人的 1.5% 再抽5% 當成稅 現在就好像 談到會拿了 豁免的 原來這個稅 原來這個稅 原來一邊都有 但一邊都拿了 豁免 變成不用收 現在 你說會收回呢 不知道 但是 他們的股價 今天就回得多 回得多 回得不算太多 但是 以我倒收數字去看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 昨天我和大家分享過 其實我每一次 他們出數據 我都抹底了 其實它 就是倒收數字 另外 就是一些 232 那些出貨量數字 我每一次 每個月都抹底了數據 所以就變得很清楚 他們的趨勢 如何走 但是 以倒收數字 上個月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所以 變成 如果再回得多一點 反而 突然轉 我覺得大家可以 博一博 當然 數字 1月份好 2月份確定好 趨勢要再看 再觀察一下 但如果2、3月 還能保持得到 便可以 我覺得這個辦法 大家再不妨 多看幾眼 不如再說一段 汽車版法 因為 為什麼呢 現在看到很多 就是很多 叫做 什麼 那個 就是 很多消息 這個版法 在汽車方面 第一就是 比阿迪 股神減持 但當然 大家應該都不要管 因為對於他們的影響 應該不大 但是第二 就是昨天收市之後 很多 做那些 車公司 都出了 第一月份 銷售的情況 其實是 得謝比亞迪 以及 理想汽車 可以做到 同比上升 比亞迪強 同比上升 六成多 理想也有三成多 但其他那些 全部 聽說其他車的公司 全部 都是 真能源車的那些 全部都是 同比 環比倒退 其實這個環比倒退 我覺得這個情況 很容易解釋 因為上個月的時間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 因為上年的時間 有些汽車 叫做 舊次稅補貼 今年就取消了 所以 上年年底的時間 消費者 勾著去買車 合理的 所以上年 12月份的數目 是厲害的 而且一月份 有些假期因素 所以 要差 就預算了 但是同比倒退 其實真的 差很遠 真的差 真的差 所以 你見到這車的股價 是比較強的 以及 比亞迪也是 但其他 真的差很遠 而且 未來 也選擇了 說會減價 雖然 減價那些 應該是類似 展銷的車 可能數量有限 但是 似乎 格格戰 這個陰謀 真的 隨時會出現 這類公司 大家都知道 不斷在虧損 所以 我對它們的看法 還是挺有保留 挺慎慎 好像 這一類公司 不是一家是一家 所以 不後悔了 比亞迪可能 是唯一隻 我覺得還可以想到 車股 但只不過 競爭 以及銷售方面 的情況 還是值得關注 所以 現在這一刻 我建議大家 沒有貨的 還是再觀望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 好了 回到大家的問題 有朋友問日圓 我的看法 日圓 還是這麼說 如果相給它 回來 你看看 美金的強勢 情況如何 美匯 現在好像 勢弱一點 今晚 英良銀行 加歐洋行 就會出 意識結果 應該都加 0.5厘了 如果這樣的話 看看美金的匯率 會不會有機會再跌 但是我覺得 趨勢就是 日圓 也是向上 日圓 現在的經濟狀況 也好 甚至乎 勢頭也好 我覺得 紙巾不鬆 如果 跟外面相比的話 可能 美國方面 大家現在是覺得它會鬆 雖然我不覺得是 但是 既然我預期 它鬆的時間 有機會其他貨幣會上 所以 其他貨幣會上的時間 日圓 也會其中之一 也會有機會上 所以 所以 大家都在那裡 又想去日本 有日圓 就趁早唱 或者趁美金 一旦有些反彈的時間 就唱完日圓 就沒有壞 至於 王王 問我 不是王王 我說換馬 其實換馬 你已經說過了 1072 我其實也是打算換1072 因為1072 它的業績表現 我覺得是在電器設備股裡 是最好的 但只不過 因為本身 我的媽媽身為有貨 也算是比較多 所以 所以 再加著 買1072 那邊 有些考慮 還有 我其實是有些想賣 一些 越南的ETF 我想賣3004 因為 其實我自己有看外面的市場 越南股市其實是上年變成最差的市場 最主要是因為當地 有一些 類似監管的事情 做得比較多 就令到市場的信心 就喪失了 上年跌三成多 但是 今年的開局 其實又算是OK 好像是升六個幾% 那 我還在猶疑 因為那隻3004的成交 都比較疏 而且 其實有時候 它的ETF 會有一些日間 跌下跌 那 我現在 再研究一下 它的市場的情況 因為 昨天還是前天 越南股市 也算是有一個 顯著的下跌 那 我會再研究一下 這個範疇 就是這樣 其實 最主要都是1072 這次是越南的ETF 好像是3004 還有就是 新秀例 之前跟大家說過的 我覺得有業績支持 這些 就是新秀例的業績支持 我覺得是OK的 不過 就 不會急著買 還是等 比耐性 一攤 至於你說1072 其實電器設備股 這隻是首選 因為如果你說 基本面比較強的 一定是1072 一定不是這個 媽媽三 媽媽三 基本面 就不是太OK 當然 今年 你也可以說 本身有機會 去轉圈的 今年 就是上年 可能有機會 虧轉型 機會都很高 今年 可能有機會 大增 但是 怎樣也好 繼續留意著 這個板塊 我想我都會 密切留意這個板塊 最後 還有 混油的價格指數 那個情況 其實是 混油價格指數 剛剛看 又再跌 其實你說是沒有好 不是 但是 因為可能 本身這段時間 是淡貴 所以 那個混油價格 有點而 都是 升不起 這樣 看看 之後會怎樣 不過我自己認為 其實你說 始終 地緣政治 這些因素 是有影響的 還有還有一件事 因為昨天 美國的負荷多了 美國的石油負荷 有價格下跌 還有 其實負荷多 我還在想 意味著 是不是出油會少了 變成 出油會少了 變相下 就是運輸需求 也會少了 我不知道會否這樣拉下去 但是 FRO 有些 韓班 韓線 跟 138 有些不同 其實 最主要就是 你看看韓線 運價的情況 我又覺得 138 最主要是 寧波 廣告 去非洲 和地中海 FRO 那些 韓線 由美國去歐洲 東南亞 有些少少不同 所以 兩者 你可以有 trend的比較 但是 始終 韓線 不同 價格 有點偏差 但是 我再說一次 我還是看我的 所以 暫時 138 會先拿著 不過 這次也很棒 如果他股票有些不對勁的事情 我都會想一下 可能減少磅 可能減少了 這樣 大致上 就這樣 大家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